我要開死了 咖啡呀吵死了 屏東 台灣最南端的領海一件事 中日溫暖的天后 孕育了無數名產的美食 沒有 我覺得沒什麼美食 苦普通通 萬卵豬腳 萬丹紅豆 東港黑鮪魚 櫻花蝦 除此還有曬死人的太陽遺跡 一望無際的稻田 嬌小女孩站在眼前呆隆隆的看著我 追根究底都是三天前回老家那刻開始 我也準備好了沒啦要去尋田勒 幹 老爸不要在那邊鬧 還在享受難得的懶散 老爸的聲音 生生打斷了美好氣氛 啊 啊什麼啊啊 就說要去尋田啊 不然他在這裡要幹嘛 欸我才剛回家 再讓我休息幾天啊 又不是生病 整天睡覺要幹什麼 看得到中午都在那邊起床 他以為你怎麼會 啊最近剛好缺人啊 前陣子才剛種下去 這幾天 不能加緊照護 可不行啊 我不懂啦 把你自己去不就好了 我要幫爸爸加一個牌子 試著做最後的生長 嗯 服務 幹 好啦從今天起這孩子就交給你照顧啦 經過五分鐘不到的車程 我們就置身在綠油油的到天裡了 稻米可是要細心照顧 小心別讓他死啦 不然這一劑可就慘囉 等一下你要去哪裡 幹要交給我了 注意 是不是 這種屍猴子都會 交給我就對了 你閉嘴啦 老爸走了 那麼接下來 呃 我接下來要幹嘛 回家 想睡了 幹尋舔尋舔 尋舔好不好 尋一下可以了吧 記得老爸以前會帶著我們繞田轉 ㄟ 把一些塑膠袋寶特瓶的撿起來 幹 你就是附近的沒品而已啊 啊不然你自己都不丟那些怎麼來的 就是先把附近鄰居都打過一頓之後以後就不用再尋這種東西了 拎了垃圾帶和夾子頂著炙熱太陽賣開步伐 什麼時候可以趴米喔 呃這個還小啦 還是先不要啦 哎呦 該睡了 啵啵啵啵啵 這樣看起來重田也不壞吧 幹 如果每個羊苗都長這樣 應該大家都跑去種了吧 鬧鐘響了 早上6點 我還沒睡吧 不到一秒就放棄起床 要一個習慣熬夜的人6點起床 就跟 比回教徒吃豬肉一樣是道德問題 現在要做什麼呢 先看看身體狀況 健康 目前水位低 你在說什麼 耶 要玩水嗎 要玩水嗎 這個聲音怎麼 怎麼聽都有點怪怪的 中水位是 你的表情好恐怖喔 長得兇不行啊 把星衣橫既然老爸都不怕就放手試試看 反正問題再調整就好了 哇好 好涼喔 哎呦 午飯後回到田裡繼續忙碌的工作 那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看就是來拔個雜草殺個蟲 你在做什麼 幹不要什麼都問好不好 而且為什麼你嚇我的聲音特別大聲啊 開嗓了是不是 要把他們都拔掉嗎 對喔 花老半天沒拔多少 羊苗在旁邊玩得不亦樂乎 臉上又是泥巴又是汗水 哇 蜻蜓 農田雜草減少了 雜草狀況 普通 害蟲去除 蹲在水稻旁 先前就聽老爸說田裡有很多福壽螺 沒想到這麼誇張 一顆顆的軟腹在 羊苗根部 有點像大一號的魚卵 只是 粉紅的外觀看起來實在不討喜 欸我以前很喜歡玩耶 看到那個 水溝裡面的福壽螺 我都會 把他 烤起來 然後直接把他踩爆 不理會他的掙扎 不然強迫將他轉過身 幹你不是精靈嗎 皮什麼 為什麼你身上也會有 叫喔 幫我拿掉 幫我拿掉 趕快幫我拿掉 要用什麼拿才好 直接用手就好啦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用手 小時候不是都直接尬嗎 我是不是要死掉啦 呵呵呵 拿掉了拿掉了 幹 又是清爽的背 耶嘿 開心的太快了吧 小孩子是不是都這樣子啦 轉變很快 田裡的害蟲減少了 害蟲狀況 普通 早安 早安 幹今天就以聊天為主題好了 什麼什麼 你能吃起來的東西嗎 像是餅乾零食什麼的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可是沒有得到答案啊 他就說可以 然後就沒了 漸漸熟悉農務工作 效率比開始快得多 只剩下早起的痛苦 還是沒辦法克服 走 走 你到底是怎麼能這麼有精神 呃 想知道嗎 你不想說也沒關係 反正我只隨便問問 是因為我平常9點就睡覺的關係啦 喔是這樣啊 對了 老爸剛才跟我說 這幾天會有寒流 寒流 就是很冷很冷的意思 你在田裡沒問題嘛 沒問題 沒問題 大概 不確定就不要講那麼大聲 幹 怕會凍死是不是 他媽的 先餵飽再說 今天要做什麼 可以了 施肥施肥施肥 可以了 用熱棒子給他溫暖 傻了 再觀察他一下好了 哎呦 仔細觀察 碎雞的臉龐 吹彈可破的皮膚 與水旺的大眼睛 在陽光下光彩閃動 他絲毫不害羞 燦爛地對我笑著 真的是小孩特有的天真純潔 沒有小孩特有的 還有身上很臭 寒流來了 冷哦 啊你穿那麼少 當然會冷啊 為什麼這麼冷啊 是不是地球要毀滅了 呵 照著進度下去 人類要毀滅地球 也不用太久就是了 哎呦 謝謝 幹 變不健康了 要養壞了 要讓他變健康要做什麼 吃肥 幹變健康了 現在要做什麼呢 再觀察一次 盯著秧苗的胸口 先前就懷疑過了 不過這樣仔細一看 嗯 還真 幹 還真的是絕壁啊 才這個年紀 期待什麼的我是傻了嗎 幹 狂看人家胸部 然後好感度直接上升 這是什麼人物設定 下午聊天 你是不是又比昨天高一點了 有嗎 身手比了一下 沒有實際紀錄中 覺得每天睡覺起來都高了不少 好好哦 如果我每天睡覺起來都高了不少 再來一個害蟲去除 這也太陡了吧 這個抖動幅度 這個表情怎麼看起來 都不像很癢的樣子啊 超自然抖動 碰到他身體時 他總會動來動去 時不時發出聲音 也影響工作效率 稍微忍耐一下 在他頭上輕輕敲了一下 他才安分下來 嘴邊不曉得在咕嚕什麼 蛤 進度比一起差很多 田裡的害蟲稍微減少 反正種田又不用打卡上班 早去 晚去還不是都一樣 邊為自己想的好點子讚嘆 一邊翻身進入夢想 哇 睡飽飽耶 舒舒服服的好不好 慢悠悠吃完早餐 到田裡已經快10點 哦 生病了嗎 怎麼這麼晚來 開他玩笑 我本來不想跟您說的 說什麼說什麼 誰在靠腰 今天早上我們遇上 黑暗世界的襲擊 就算看起來再小 應該也聽得出來我在副車 在在在在哪裡 你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套走 雖然我們很厲害 但他們數量實在太多了 還有來自黑暗海峽的魔獸 就是大野狼 比福壽羅還恐怖哦 不要啊 就在我們要測測的時候 突然有到神秘光芒出現 原來是東港的櫻花夏天使降臨 靠著天使我們才順利擊退他們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哦 哦 好厲害 好厲害 你們許這個表情好像哦 這樣也可以提升好感度 蛤 好好好 你要辦什麼 哎呦 怎麼多了一個選項 那就辦護士吧 嗯 沒事 我隨便說的 一不留神就把心底的想法說出口 好在他聽不懂 否則傳出去就恐怖了 在這種鄉下被當成變態 可不是開玩笑的 敢真的 鄰居 一看到你就會焦透皆惡 一生遊戲對不對 先前叔叔也有跟我玩過 吼吼 老爸 已經玩過了 聽起來問題就很大 到底最這年輕的孩子做了什麼 他們說要幫我打針 還抓著我不讓我跑 弄得我好痛哦 不過要是不打針就會生病哦 所以雖然很痛 還是要忍耐 哎呦 乖 乖小孩 到底是怎樣了 已經搞不清楚是真的醫生還是變態 打定足以回起來跟老爸問個明白 現在還是別多問 不知不覺就到了下午 算算時間差不多該回去了 費經千辛萬苦走上找到機會 瞞著秧苗和老爸 騎車來到東港 屏東黑尾魚文化觀光季 是沒見過的客人 聽到身後的聲音 回過頭卻看見粉色頭髮的女孩貼在面前 要吃吃看嗎 東港這邊特有的其餘黑輪 還有特製的櫻花蝦米糕 試試看試試看 試一試 一共是120元 謝謝回顧 面對我無言的事情 還一點都沒有不好意思 穿染布是邪惡的朝我微笑 不是試吃嗎 不是 蛤 自從米糕要70元 話才說到一半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突然一陣殺氣迎面而來 哎呦我記錯了 應該是200元才對呢 如果沒錢的話可以留下來打工 而且聽說一個人有兩顆聖杖 本來還覺得有那麼點可愛 現在那小龍看起來簡直跟惡魔一樣 罵歸罵還是老老實實付了錢 你是新來的對吧 為什麼突然想回來這邊 很複雜的原因啊 反正我現在只是個新手農夫就對了 他笑了笑還想追問 卻也聽見原方呼喚自己的聲音 哎呀呀 再不回去 月文要生氣了 那等你收成 再來過來玩吧 記得帶米過來哦 突然發現 央苗不知去了哪裡 平時總是一早就在 就等在田裡 今天卻反 牆地不見人影 不在 連背景音樂都變了 田裡轉了一圈不見人影 心裡不禁有些著急 該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你在哭嗎 陌生的輕柔嗓音在上頭響起 睜開眼少女嘴角的微笑 映入眼簾 長大了 似曾相似的臉龐 一頭漂亮金黃頭髮 紮成髮辯 在照陽下閃閃發光 好像 長得有點大耶 幹 鳥類驅足 馬上轉頭看一下阿湊 就算趕走明天還是會來 真討厭阿 田裡的野鳥減少了 還挺能幹的嘛 結束一整天的農活 回到家裡 泡過澡 舒舒服服的打開電腦配真奶 看到一間外商公司 外商公司的面試邀請 說起來之前學長好像 說要幫我內推看看 到底要不要去呢 待遇什麼都很不錯 學長也說同事很好 幹 不要看我喔 幹嘛突然聽人那麼近了 你最近常常在發呆喔 是碰上了什麼事嗎 一起帶去啊 帶去找學長啊 沒有啊 騙人 好啦其實有一點 最近學長幫忙 找了個工作 福利待遇都還不錯 我在猶豫要不要去 在哪裡啊 台北吧 哦 台北啊 不懂就不要裝懂 總之很遠的地方 那你還會過來嗎 會啊只是沒辦法幫忙顧田而已 這樣 等我下次回來的時候 你已經被收割了吧 他緊盯著我的表情 想從我的表情看出端倪 你不跟我說 是不是因為覺得我很笨 所以幫不上嗎 嗯 YES YES 我可沒這樣說 而且為什麼會突然轉到這個話題上 感覺你就是這麼想的 好吧 或許真的有一瞬間那麼想過 嗯 只是也許會有點寂寞吧 嗯 只有一點點嗎 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 就這樣坐在他身邊一起望著夕陽 就快要修成了 你會待到那個時候嗎 會啊 怎麼了 也想讓你吃吃看呢 哎呦 我對自己可是很有自信的哦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讓你吃到最最最最最最好吃的白米 讓我吃就吃啊 再抖啥小 對了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情 怎麼了 我決定 留下來 遲遲沒有聽到他的回應 側過頭 卻看他正盯著我瞧 他不好意思地笑著避開實現 臉頰也染上夕陽般的飛虹 怎麼突然決定了 不是說外面工作比較好嗎 工作都一樣 還不是重複做差不多的事情 既然如此 還是做喜歡 還是做比較喜歡的事情吧 至少看到你一天天長大還挺有成就感 感覺好隨便 幹 他媽的都留下來不然你知道怎樣啊 媽的這什麼臉 啊 我走啊 不然就走啊 你這傢伙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啦 你一定能成為一個好農夫的 而且你能留下來 我很高興哦 又不是為了讓你高興才留下來 才 才不是為了讓你高興 收割完的農田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色 看著一代代堆點的白米 想到這些詮釋自己努力的成果 還是有些不太真實 不過你確定要留下來啊 以前不是一直吵架要去外面 嗯 我已經想好了 不要後悔就好 能留下來也不錯啦 你突然這麼感興我還不太習慣 你賣個垃圾啦 乾 你老是18歲了 吐槽老爸一句 看到他這樣滿臉通 忍不孝了起來 一貫的聳明 一貫的天氣 一貫的日常 在東京的天空下 與他的相遇 成長 離別 沒有啊 我房間超乾淨的 你是說八帽嗎 迷迷糊糊翻了個聲 一腳踢開棉被 聽到尖銳的叫聲 接著 拼拼 翔翔翔的 一陣 天窑地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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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穿衣服 變態 他媽的 這是我絕愛 碎眼形中 你套上衣服 我正是眼前的少女 一身潔白的少女 紅著臉 站在身前 慌亂的用手遮住眼睛 怎麼樣 很可愛哦 是吧 我可是最好吃的高雄145哦 哈姿 不過你的房間還真亂 都沒有好好收拾 傻囉 沒辦法 就讓我來幫你整理吧 好耶 不要隨便亂翻我的東西啊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嗯 就說不要亂翻了 通通都拿去丟掉 不行 我還沒看完 那麼 以後請多多指教囉 好 他在東京這個炎熱的夏天 伴著他輕柔的聲音 我和他的農作生活 終於拉開了 序幕 請多多指教 請多多指教